在娱乐圈的闪亮星空下 每颗星星都闪烁着令人羡慕的光芒 但谁能想到 在那些璀璨之下隐藏着如此阴暗的秘密 就在昨夜 当红男星被爆出的丑闻 仿佛是一颗流星划破了这片星空 令人震惊又为之心痛 一个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的偶像 私下里又是怎样的一番风景 是金子总会发光 还是你把掩盖不了身上的臭味 网红千不二字 抛出一个震惊的问题 这样的人真的值得你们喜欢吗 那么他做了什么又隐藏了什么 一身份曝光身影影院 但网友们的目光却是如此敏锐 在这浩如烟海的网络中 一个名字被频繁的打上热搜林彦俊 有人疑似识识破了照片中的男星正是他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那是因为林彦俊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他28岁的年纪里已经载入了太多辉煌 记得在2018年 一个电视节目偶像练习声 火遍全国少男少女们为之尖叫 为之泪流 就是在那个舞台上 林彦俊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成功出道与他同台的 还有如今的大明星蔡徐坤 小鬼和王子义 这样的他是许多人信中的白马王子 每次亮相都带来尖叫 但这次为何会成为千不二字口中的主角呢 如今的他真的还是那个我们熟知的林彦俊吗 还是说 这个事件中的真相有更深层的隐藏信息 等待被挖掘 难道舞台背后真的藏着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这一次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和思考 二 爆料内容概述 在这璀璨的星光下 我们看到了林彦俊的另一面 一系列截图在网上疯传 涉及的内容令人站立 疑似林彦俊的聊天记录揭示了其私下可能的嫖娼和约皮行为 每一条记录仿佛是一个震撼炸弹轰炸着粉丝们的信仰和心灵 尤其是在5月29日晚上11点的截图中 他疑似托人为自己约了一个名为妖妖的女孩到家中 并强调 他们玩的只是不喝酒的游戏 这到底是何意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 他再次发出要约的信息 但得到了不如意的回答 而在6月4号 一条信息中出现了一个名字 陈欣 他是谁 与之前的女孩有何关联 每一个日期似乎都暗藏着一个秘密 每一条信息都似乎是一次对他形象的打击 真的是林彦俊吗 还是有人陷害 这背后隐藏的真相又会是什么 当夜幕降临 星光是否依然那么明亮 我们期待着真相的结路 三 千伯二子与林彦俊的关系 闪光灯下 两个人的身影映入镜头 去年的某个夜晚 鱼记队捕捉到了林彦俊和千伯二子的私密时刻 二人在都市的某家酒店中 一同度过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时光 这样的发现在当时 立刻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轩然大波 但这场风波 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 显然意味着不同的命运 千伯二子 这个曾为无数网友所喜爱的网红 他的社交账号 几乎是瞬间被淹没在一片指责声中 攻击 嘲笑 诽谤 从林彦俊的铁杆粉丝 到一些只是好奇的路人 几乎人人都对他展开了猛烈的口注笔伐 那么 他们在酒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千伯二子会如此急速的从天使跌落为重视之地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又有谁知道 是否存在着某种未知的引擎 导致千伯二子成为了众口朔尽的目标 四 林彦俊的态度 在这风起云涌的舆论漩涡中 林彦俊的态度可谓是高深莫测 与其说他选择了沉默 不如说是他选择了置身事外 像是在观望一场与自己无关的好戏 这种外表的冷漠和无动于众背后 隐藏着他对千伯二子更加冰冷的处理方式 冷暴力 更让人震惊的是 一系列与朋友的私密聊天记录 透露出他对待千伯二子的真实态度 话语间流露出对他的不屑和玩世不恭 好似他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过客 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玩偶 这与那些甜言蜜语温暖的公开场合下的形象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真实的林彦俊 是否是公众眼中那个永远带着微笑的青年呢 他与千伯二子之间的故事 背后还隐藏着多少未知的秘密 这样的林彦俊 是否还会得到大家的喜爱与追捧 一切的答案都令人等待着揭晓 五 千伯二子的心路历程 在这场风暴的核心 站着一名被众人所忽略的女子 千伯二子 在公众的嘲讽 指责和林彦俊的冷暴力之下 他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可想而知 这段时间他是如何煎熬 每一天都像是穿越刀刃 难以为继 他选择在此时揭开真相 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是为了正义 还是为了一死释怀 或许他只是希望通过揭露真相 为自己寻找一线生机 告诉世界 他不是那个谣言中的女子 他愤怒的指控林彦俊 控诉他的双面性格和虚伪面目 而那些发布的自拍照 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更是他与林彦俊过去美好时光的见证 千伯二子的心声 像一把锐利的匕首 直指林彦俊的心 他背后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 而他的这一步 又将给这场风波带来怎样的转变 一切的答案尚在风云变幻之中 六 公众与网友反应 随着千伯二子的声音愈演愈烈 公众舆论亦如涟漪般荡起 起初的冷嘲热讽和质疑 逐渐被同情和关心替代 社交平台上 越来越多的网友对他伸出了援手 声援他的决定 同时对林彦俊的行为表示深深的疑虑 千伯二子是真的勇敢 我们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作为公众人物 如果这些指控是真的 林彦俊真的太令人失望了 这些评论成为了网络的主流 而更多的人则开始发问 真的有林彦俊嫖娼的确凿证据吗 这一疑问如同一颗未爆的炸弹 悬在所有人的心头 眼下 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回应 林彦俊 他的沉默是否是默认 还是他正在筹备一个更加有力的反击 在这悬念之下 公众的期待如同滚滚江水 汇聚成期盼之海 而接下来的转折 必将是这场风波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千伯二子提供的证据 如同重锤砸在公众的心头 震撼而深重 在这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暴中 他的声音显得尤为刺耳 但又不容置疑 林彦俊此刻就像站在悬崖之边的走钢似者 他的每一步都将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形象 面对这样的压力 他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名誉 更影响着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 公众等待的不仅是一个回应 更是一个真实公正和负责任的真相 而时间将是检验一切的最好方式